大家好,这里是道工行为研究社,本频道主要是给昆仑仙宗的社员观看 如果你已经完成上表拜师的仪式,欢迎参考我的修道观念以及练功方法 如果你还没完成仪式,也欢迎点击影片简介到社团官网查看拜师资讯以及社团简介 首观俏的功夫,全世界只有昆仑仙宗一个门派 拜师仪式言请任命中华昆仑道院台北总社 此社团是我们恩师刘培中师尊与早期师兄姐一同苦心创建 仅此一处其余皆非,切勿听信,自立门户,妄想代师收徒,擅自成立外道的投机分子 欺失灭主,自有天收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正片吧 师尊诚说,大道可以辅国化名,自修强生,规劝人心,行持仁义道德 救国救民者,正道也,修持道工不可自私自悟,修行常生之道,必须虚其心拾其腹 前面影片已在强调,心为一生之主,查其本末是空空洞洞无一物,与宇宙同光合合的结晶 禅宗门下神秀法师称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后来六祖慧能禅师发现此诗,还在入室法中打滚,尚未悟透原神的本来面目 所以另外做一首诗回应,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 但后学都把心思放在同门师兄弟在较量道工的身前 而忘记此二首诗实则是我修行人的必经之路 没有历经神秀的时时情浮事,莫失惹尘埃 又怎么能体悟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古人说菩萨是仁义心肠,夜叉手段 暗指真正修行人,势必要历经人世间的种种磨难 在面对种种考验时,仍不失去对大道的执着以及热忱 将心修得如辱不动,任凭雷轰电闪,天崩地踏 我们的心如止水,不起涟漪,佛云安忍不动如大地 净律生秘如秘藏,只有透过入侍法的磨炼 才能得出世法的玄妙 祖师也名训,人神好轻而心扰之 人心好敬而欲千之 师尊也名训,势累于心,欲望重生 心不得尽,为之实受去也 玄门子弟是入侍苦修,所以能证经先大道 出师修持,妙理在于清心寡欲克勤克俭 而修持态度上不可贪求成果,不可贪多练法 佛云万法归依,祖师云抱怨守依 师尊也说,得依则为道,贪多必败 依是见性,多即是众生 依是本体,多即是假象 依是宗教,多即是旁门 依者观俏也,依者万物之起源 依者乃由三财返回无极之不二途径 得依则为得道 得道不是得玄妙,不是正神通 不是得超能力而令众生崇拜 入侍修持,要能理解世事无碍的道理 经云,约世如理辩,为之广 不坏世相,为之侠 物为世事无碍 我们行持道工,入了定境禅功 使自己原神通透,慧性开展 观俏光明片照假身,称之为广世 又不妨碍入世修行,采米油盐,处世能圆融合合 称之为侠士,二者交互融融,不相排斥 才是在修道 祖师爷也明训,将海之处下反为百川所同归 佛云,沧海一滴,畏惧百川,以世总顾 冠于九门之初,玄门弟子具备光明和健康的人格 生活术士都有开悟的态度去接纳 去思考,去解决 所以才说,世事无碍 而行持道工,万不可贪求六根的感应以及玄妙 因为道会衰败,始终来自于欲望 所以修道必须先止住欲望 止住对物质的欲望 也止住贪求玄妙的欲望 世尊曾说,常生之道虚虚其心,实其父 父者经之缘,实者其余虚 未顾其今先止其欲 则实者常食也 佛门也说,动修子,静修观 六根一切感应皆是假 所以称为空 意念能其于此,就称为子 因子而入境,从静定中抱怨守依 就称之为观 所以说,子观双运 却能通天透地,修成不坏清仙,与天地同春 建主也明训,无中生有玄宗庙 集中生化影混年 玄门仙宗道工修炼,皆是无中生有 与佛门定工修持,本无差别 佛有禅宗,道有仙宗 佛门里修持禅宗 而夺天地造化者,大有人在 但更古千年,从没有听说过哪个禅师会说 座山身体的肉肉燙燙,那就是吃着天地点这种话 我昆仑仙宗堪称道家秘宗千年一传 切勿尊六根为师,而贪求浅薄气感 反而失去道工,自毁前程 行建菩萨更因坚守进攻为先 先修止观之法,奠定极左后再练习手翘 师尊明训,世上行业用笔写字,极色工化,接触于神 不过就是指用心多寡,专注程度而已 入世法要修心,初世法更要修心 入世修为人处世,养生养德 初世修什么?修专注度 今天要分享的练法,心经菩萨可以当基本功练习 资深的老菩萨更可以当考试,如何练法 师尊明训,先须平心静气,呼吸移轻而长,用神秘诀 在原神顺路轻而不用力,许之以慢得之以顺 主师爷明训,一心内守,调习绵绵绵,微微清出 似有若无,莫叫间断 就是要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 小弟一再强调,专注度到了一个境界 原神就会被启动,原神就是透过专注力在作用 师尊也在书中一再训事,若不用神,绝难成功 就是在说,静坐不专心,绝难成功 而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就是修炼原神的入门之法 师尊说,真道常在呼吸间 呼者为阳,吸者为阴 一阴一阳,世卫道 佛云,生有入习念,极尽极微,细如无,如是赤地得阿罗汉国 很多师兄姐提倡要练正反呼吸,都提倡 气要下沉丹田,吸到下腹会骨,会胀,再吐气 吐到肚子会缩,再继续吐,吐到脸红脖子处 更有师兄姐提倡要鼠吸,鼠吸了几下,吐了几下,最后才能入境 这些都是误人子弟的大妙论,经说时注意力先须专注在呼吸上 不是丹田,不是下腹,更不是上腹 如何专注,要依据自己当下的情绪,而去做微调 调节的目标就是细,柔,长 但不可用力去吹饮 妄想直接把呼吸调到最慢,拉到最长 这么贸人用力的话,会引发胸闷咳嗽,腹脏,头痛等后遗症 还没开始练功,就先招来一身病,等到情绪抚平 呼吸逐渐均匀之后 再试着让呼吸变慢变细,变细后自然自己会拉长 不需要刻意去硬拗,呼吸达到细柔长之后 就可以开始行持,周叔公的静观 观的是什么,观察吸进的气,目前跑到哪儿 吸气时气会缓慢的往下降 从鼻子,从咽喉,从肺,从心,从胃,从肚脐,直到下腹微微突出 我们就是要观察这整个过程 但是是凝视,是观察,不是意念死守在下腹 我们昆仑线中,丹田不可一守守久就会得病 观这吸气的过程,千万不可以让意念游走到其他地方 还有一点需注意,即使万不可刻意让下腹脏满 很多师兄姐就是败在这个地方,行气要顺,要平 等到下腹微微突出后,就开始呼气 而当我们呼气时,腹部就会下降收缩 持续精准的凝视腹部下降的过程 一样不可刻意紧缩下腹,要顺,要平 每一次过程都要全整凝视 在呼吸间,要一心觉察气息而不起二念 等到凝视呼吸这个动作,也就是静观法 逐渐进入状况后,就是要进入主师爷说的关静 练习关静要非常小心,很多师兄姐都是在这个阶段得内伤 关静,关的是什么?主位师兄姐仔细观察 在呼气结束到吸气开始这中间 会有一刹那一瞬间及短暂的时间 我们的呼吸是暂停的,各位可以细细体会 在这呼吸暂停的一瞬间,我们的心思会突然进入万念俱忘 止息入定的禅宫境界 关静就是要关这入定的瞬间 而定的时间拉长了,就是我们修出来的定功 但不是叫你憋气,很多师兄姐就是在这一阶段刻意去憋气 反而伤了身体,而是要牢牢记住这个入定的感觉 让这个状态变长变久,从一瞬间到一分钟到十分钟到一小时 就是入定 这个入定就是前面影片提到的斯陀汉果 意思就是寒容精气神,蓄势待发 随时能运转水火风通天散路 我功能线中管这套功夫叫台席 佛门叫阿诺波罗呼吸法 这边要注意,若有胸闷咳嗽,心情会有焦虑的状态发生 代表操之过急,也就是还没调整好情绪 眼睛闭起来就急着要入定 光一个呼吸就妄想一步登天 那就表示在行宫手翘时,势必也会去谈求感应跟玄妙 那就不是在打坐了,而是在打妄想 所以说如此,一样要每天去练习 万万不可忽视这个呼吸法 古时佛门高僧还有山中截如而居的修道士 都是因这胎洗法而入定 都是因为这胎洗法而悟道 很多单道经书都是在讲这呼吸法而已 呼吸是入境的不耳法门 呼吸是训练专注度的必修课程 呼吸虽简单恶药,却蕴含成仙成圣的秘诀 关键,自古贤圣仙佛都是借此而得道 晶云一毛孔中西明鉴,不识一树无量佛 一切毛孔皆如是,谱里一切世间灯 祖师也也明训,腹内如雷之鸣 正如气透,醍醐灌顶,自隐道归 耳听仙音无弦之取,不辅而自身 不古而自明,神器相结,结成大丹 无一不是在阐述此定功的境界 但是境界虽高,这只是我昆仑仙中的基本功而已 基本功做得好,才可以开始行持道功 简单的呼吸法都无法做到全神贯注 跟人家谈什么手窍 最后做一个总结,以上所描述的 练法观念甚至境界,都是小弟的心得 还有整合在道功的修持,有一定功夫的师兄师姐的心得 如果师兄师姐支持认同小弟的论述 麻烦动动小指头,帮小弟点赞订阅,分享出去 莫令正法,毁于莫法 师尊明训,道为主师所传 非一人之道,续灯传道是每一个昆仑仙中学门弟子的责任与义务 这边要注意,小弟只是做一个心得的分享 从来没有感应到师父要我讲什么 也从来没有跟什么人灵通过 最后,也一日左右,固灵线中的顺牙祭 合家平安,度共将近 不良休闻,谢谢!